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及与附近居民的良好互动 成为商务型大楼的表率 一举夺下商务型大楼的第一名 以及最佳总干事讲 南港发展越来越热闹 南港软体园区更是区域内的产业重镇 对于员工在这里的食衣住行 这是一个整体性的考量 住户在这个园区里面 当初是以软体这样的厂商进来 所以要兼顾到当时园区四周的一个整个的环境 那如何让园区的住户 它的员工能够愿意留在这个区域 持续的一个为公司来留任 那么所以我们就考虑到 在整个园区的一个环境 包含如何让员工在这里 他有一个这些小孩子可以在这边念书 相关的这些所有的配套措施 其中南软一齐这一次凭着优秀的管理团队 赢得台北市优良公寓大厦商务型大楼组的第一名 外加最佳总干事讲 可说是大获全胜 最大的挑战当然是住户的满意 因为你还是要每年去想 我们所有相关的设备 那怎么样是维持正常的运作 所以不管是机电 或者是我们这些厕所等等的这些相关的 我们都要考虑到 所有住户同仁在运用这个上面 他有没有不满意 那外观的这些瓷砖或者是什么剥落 我们需不需要去维护等等 我们的这些水塔或者我们的空调等等 这些的卫生这些的一些我们都需要 你知道二十多年了吗 难免这些都会旧了 那环境的打扫更是一样 要营造一个好的环境 那么员工会在这里就觉得很舒服 我们要章鱼的触角的概念 我们每一个服务人员都可以去发现问题 反映问题 再来我们解决问题 南港软体园区包括一期 二期和三期在内 总共占地达十公顷 在园区内工作的人数超过两万人 光是一期的楼地板面积就接近六万平 简直就是一个微型城市 也因此供应整个园区的空调系统 和电力系统就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机房种地 像这样子的大型置冰机 在这边总共有四台 靠着他们能够供应整个南港软体园区的空调系统 冷却水出头 冷却 我们进来以后我们再上去到顶楼 顶楼再慢慢放下来 大型置冰机制造出的冰水 透过管线输送到整个园区 用最节省能源的方式 达到整个园区空调的目的 而终端送风的设置也是大有学问 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 对不对 可是像很多的空调都是由上往下 但是热空气上升的时候就抵抄到耗能了 其实最舒适就在这个区块而已 所以我们的空调是从这边出来的 为了让园区内这么多人解决饮食需求 美食街也成为必要的配备 管委会还会定期和厂商合作 举办各种商品的特卖会 不用出园区大门也可以逛街写拼 我们是一个服务管理公司 那我们每天一早就会开成会 把针对相关的工作 还有一些客户服务的问题 都把它做一个检讨 还有一个工作分配 那在中午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休息晚 我们会有一个午会 午会以后我们会检讨说 早上相关的工作 还有客户服务 还有现场的一些工作安排 还有执行的内容 是不是都有到位 除了满足园区内部的民生需求 管委会也积极与周边的邻里 维持良好关系 像是园区前方这一条林营大道 是在园区建设一开始就特别退缩 作为公共之用 管委会负责定期清扫 还会不定期到附近的街道清扫 希望更加的敦青木林 其实园区跟周遭的里民是一体的 那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生活圈 就是一起在这个园区相融 所以我们对周遭的里民 我们都会有一些互动 包含中秋 端午或者是一些 那个亲子活动 或者一些音乐会 那个艺术小包厢 我们也都会邀请周遭的里民一同参与 特殊节日的布置 管委会也是特别用心 像是耶诞节的耶诞树 五彩缤纷的灯光 营造出热闹温馨的感觉 甚至也会不定期 在园区内举办小型音乐会 我们总共整个服务人力 总共有75人 那所有的客服 包含保全清洁基电 只要出外执行 就是我们的眼线 我们会去掌握园区的每一个角落 所看到的问题 再来去反应并且解决 南软园区内的中庭 也是一大卖点 物业管理团队花费了极大的功夫 维持园区内的园艺整洁 也让中庭成为南软园区 休息聊天的好地方 未来南软管理团队 仍会持续精进 让这一颗南港的明珠 持续闪耀 好房网TV 李燕颖 钱伯父 台北报道 订阅好房网YouTube频道 就能收到最新通知